本來約了吃午餐的同學 你明白了 大家都不可以 他早兩天跟我通電話 講那份文件 不是這個任職格 這是另一件事 本來我打算跟他談 今天開兩個多小時會 主要是聽這些民間聯帝講話 我們在那個panel 裡面只有幾個人發現 劉慧慶 何秀蘭 我 李永達 邰謝偉俊 保皇說就只有陳甲蘭 只有陳甲蘭一個人講話 我們要平衡的 我們要什麼什麼 就是他想健康一點資訊 就是要平衡的 就是你這件事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還有你那個檢控有雙重標準 上次講的國家地理雜誌 那些原始人包膠袋 就是十八歲以下不准我講這件事出來 接著有張明報 最糟糕的報紙 他說捉人通腳 捉不到自己 沒有做功夫 那個膠袋是自己包的 不是政府叫他包的 我沒有說誰叫誰包 我只是因為這樣包膠袋 就證明這個條例有問題 如果他自己包更嚴重 就自我檢查 就是你有這樣的法例 他都無所適從 不要理會 先包了 反正有這樣的照片 這個是很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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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上次東方日報 早幾年 零五年 那個美女 Carrie 三點式和男朋友沙灘 她想想看得漂亮得不得了 你不會看完那張照片 覺得不納淫 雖然是很性感 是不是 被人評定二級 另外蘋果日報登出 同樣的照片 不過位置小一點 沒有事 那突然Face那些 Pomo那些 二級 那些是 二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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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老蕭說說 你不是瘋了 大哥 有些沒有爭議性 現在你看到那些漫畫 包著 膠袋子 那些 一把都拖我 你肚肉 見到腸 那當然是 那些 這樣的政府不明表現 所以特首和政府的民望 這麼低 還有他為何證明這份文件 因為陳管喜那件事 他看到這些吹燒相 在網上有 然後就說 他真是愚夢初死 這些很多 基本上都是鹹獲的 那個是明星 就做了 那便好了 那些最後 他們就經常去 又要送檢 又什麼 又這樣那樣 又去巡查 又要方舍 是吧 那些那些海脈在報丹上 哇 跟著上網自己再去print out出來 暈了這麼快 嚇到 你明白嗎 即是政務官以前完全沒看過 是啊 暈了這麼快 所以 唉 這些矯枉過正 你要教小孩 你不是叫他逼 它 你不讓他接觸這些東西就代表他會很健康了嗎 我小子十三歲就看閒網在美國 你教他看的? 他教我 他發個網紙給我 老爸這個最棒 十三歲 我這個兒子乖得不得了 我告訴你 女朋友一個就是一個 這個扔了一鍋然後再追另一個 在美國讀書 最乖的這個小朋友現在是 我三個兒子裡面 我老婆認為小子是最乖的 十三歲就看閒網了 那他有什麼事? 是不是? 現在你叫他看? 不看? 好看 我們香港是很好笑的 十三四歲就已經去做愛了 接著你十八歲之下 他做了幾年之後 你都不准他看的那些閒網 你不要鼓吹十三歲可以做愛 不是 我不是鼓吹 我一定要代你澄清孫玉 不是我不是鼓吹 不是我講現實給你聽 現實是有 你是不是要教他? 我們 我們讀書的時候 不是 現實是這樣 然後你將他十八歲才 讓他接觸這些所謂色情資訊 但是他十五六歲已經 喂 已經有這個性生活了 已經很多人 那是現實 你不想見到這個現實 你就家庭教育做好一點 不是不是 你以為他這樣不適宜 所以其實政府應該要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學一下歐洲國家 提供性教育 我們性教育是教一些青少年不要做愛 是吧 人家的性教育是告訴你 是嗎 是災來的 那個是 兩回事 可以的 可以純粹因為好奇而中 不是 是吧 所以這個是不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失敗 你始終還是到最後 是吧 基本上是不行 最重要是那個教育 家庭教育 不是 他拋不來自己的思維的枷鎖 那些政務官也好 負責這些政策官員也好 他們就 某個程度上就說 喂 我們有一個道德的光環在這裏 是吧 就是任何東西 和這個道德的標準 違背的話 都不行 就是他有一個枷鎖這樣綁住 他做任何的政策 涉及到和這個所謂道德 有任何的違背的 那他明明說要管 這個等於台灣近時出版法 其中有一條叫 防害社會善良風俗 你真名字都沒有 你明白嗎 現在我們香港 你看一個資訊文件 其中有一句是類似這些 社會一般的什麼價值 道德價值 喂 你抽象都會暈的 是吧 你這樣 怎樣去定了那個 所謂淫屍及不雅呢 淫屍及不雅 其中一個定義就是 社會的那個 價值 就是一般人 就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個就是 就是 那你那個標準 怎樣定 所以你看這個 淫屍及不雅物品 那個條例 奇怪 為什麼今天那些其他 說支持規管 除了那些國外團體之下 來了幾個 來了幾個 除了那些國外團體之下 除了名光社 來了工聯會的婦女會 另外一兩個團體 是這麼多了 沒有了 今天反而就是 那些 互聯網 來了六七個團體 是吧 另外就是 那些 女同會 香港彩虹 第二次公開聆訊 可能反抗的 你要小心 這一次他覺得 已一面倒輸 然後政府和民建聯 就會動員 下一次可能七八十個 今天Panel說的 那些事情 明天報紙一定登 是一定登 今天是很精彩的 今天那些民間團體 代表的發言 是很精彩的 而且年輕佔多數 學聯 幾間大學的學生會 那些會長 是吧 另外就是 那些 性小眾的團體 婦女的團體 是吧 還有民間人權陣線 還有這個 天主教正義和平會 很多這些 有些宗教基督徒學會 有這個 很多 那些宗教團體都很多 是吧 但是比較自由派的那些 你明白嗎 那沒事的 那大家來 原本不是的 我一看那張專櫃 都暈倒了 你知道嗎 接著社民連 都會有計劃 《反網絡23》的行動 我想我們都會推動 將這個 《反網絡23》 反這個網上的 即不合理規管 成為一個社會的 一個社會的運動 其實是管不到的 你明白嗎 一大狗 這才拿命 你管意識形態 更好 但是政府的目標 不是吧 政府很明顯是一個政治 的agenda 就是透過這個 所謂管這個 北亞人設 在網上 一著手管的話 下一步 就是意識形態 和政治訊息 所以很明顯是有一個 所以我們一定要反駁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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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